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击去看一下 它是一个直播平台 像直播平台的话 它一般有一些主播上传的一些短视频 或者说主播 它在直播过程当中的一些精彩剪辑 所以说当时咱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要采集这个平台当中 这些主播上传的一些小视频数据 这是关于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需求 除此之外 同学们来看一下 瞬间提升 老司机已经暴露了 同学们老司机已经暴露了 现在咱们正式开始上车了 同学们 完了之后 在当前这个页面当中 我把这个地址我发给大家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后面这个地址 我把它干点能不能够请求到 这样这两个地址是不一样的 看一下其他的 或者我点一下这个 这也是一个六间房的一个视频数据 这里面要一个登录 那么我就看随便看一个第一个吧 像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同样是这个页面 我把这个地址我分享给大家 完了之后 后续 在当前整个页面的导航栏中 它是有一些分类的 比如说这里面有首页 小视频 排行 商城 俱乐部等等 那么我们今天的目的很明确 对不对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小视频 这些数据 对吧 当前在这里的话 我们来点击一下小视频 这个分类比如说我鼠标左键进行一个点击 点击之后 他当前在这里 要我进行一个登录 登录的话 因为有的网站 你如果说你要看一些页面的数据 他必须要做一定的登录 登录的话 我们就随便选择一个方式进行登录 好吧 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QQ登录一下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我的需求又是要看到看到什么 停一下 我的需求 我都我首先得看到数据 对不对 知道同学 我首先得看到数据 所以说当现在这里的话 来我们首先已经登录进去了 对不对 登录进去之后 来咱们再次点击一下左上角 这个地方进入到他的一个首页 进去之后 进去之后 当前你登录之后 这个页面换成了这个页面 对不对 其中导航栏中 它也是有小视频这么一个分类的 对吧 所以说当我们登录之后 再次点击小视频 当前你是不是能够看到 这个分类当中的一些数据 对吧 所以说我做登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是登录之后 这个页面 它才有观看的权限 在这里你随便做一个登录就可以了 随便做一个登录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一点 随便登录 然后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在当前小视频 这个分类当中啊 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视频数据的 对 这个对吧 这个你们你们懂得对吧 其实大部分还是一些小姐姐的一些视频 是吧 好 那么咱们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啊 把这些小视频的这些数据啊 最后呢 把它抓取下来 然后呢 可以保存在我们电脑的一个硬盘当中 或者说子盘里面 相信你们的电脑 可能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啊 可能有一些 呃 就是比较 比较那啥的一些视频啊 这个 我也是过来人啊 之前我也有 对吧 啊 完了之后呢 当前在这里呢 明确完这个需求之后啊 同学们 当前啊 我接下来 给大家分享的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这个 爬虫的一个案例 对吧 那么关于爬虫这个案例呢 我最终实现的一个什么呢 最终实现的一个需求 就是要抓取这些视频数据 懂得懂得 对吧 然后呢 关于爬虫这个案例呢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整个案例的一个思路 简单介绍整个案例的思路 呃 首先呢 我在这个课件当中 我给大家写一下 就是关于爬虫案例的 就是一般思路 啊 爬虫案例的一般思路 啊 关于这个一般思路来说的话呢 首先啊 同学们 当前啊 我们写的是一个爬虫案例 对吧 像爬虫案例呢 它涉及到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我们数据的请求 以及什么的 以及服务器的一些响应 对吧 呃 像我们最终的实现的一个效果 就是根据我们发送的请求 和服务器给我们响应的数据 最终呢 在这个数据交换的过程当中 我们举行一个数据的采集 对吧 那么它会分为哪些步骤呢 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你要发送一个请求 对不对 啊 你发送请求呢 那么你必须要确定一个URL地址 确定URL地址 啊 关于这个URL地址呢 再次给大家说一下 它的一个准确的一个含义 啊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统一资源定位服 啊 统一资源定位服 像我们啊 如果说你给我一个准确的一个URL地址 那么当前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根据准确的URL地址 在互联网当中啊 精确定位到我想要的一个资源 像URL地址呢 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名词 那么你可以把它就普遍的简单的理解为一个链接地址 好吧 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一个地址之后呢 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Python代码去干什么呢 去发送URL地址的什么 请求 对吧 我要把当前这个地址当中的数据把它请下来 对 请求下来之后呢 最终我们可以得到这个URL地址给我们返回的数据 是吧 所以说这是第二步 我请求该URL地址当中 它所包含的数据 那么当我们请求下来这个数据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步做什么 进行一个数据的解析 因为往往啊 我们请求通过第二步请求到的数据 它包含各种各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会要通过第三步进行一个数据的解析 就是这里面数据解析就是提取什么呢 提取我们需要的数据 我们不需要的数据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筛选出去 这是第三步 完了之后呢 通过前面这三个步骤 我想要的数据是不是已经有了 对不对 那么最终的话呢 我可以通过第四步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操作 对吧 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这是我们啊 进行我们爬虫数据采集的一个 一概大概的一个步骤 好吧 其实呢 你不管做哪个项目啊 最终这个思路 这个步骤 它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它都是一样的 思路都是一样的 但是最终你实现每一个网站 你爬去的一个逻辑 对吧 你实现的一些需求可能不一样啊 这是关于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爬送案例的一个一般思路 这是不是要用到cookies啊 像我不是我说了不用cookies啊 cookies的话呢 你应该做的就是登录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不会用到cookies 好吧 如果说要用到的话呢 无非就是加一个请求阻断 像如果说你问到这个问题 那么你可能就了解到现在很多的网站呢 它有一定的用户权限 是吧 包括有的页面 它也是有用户权限的 比如我刚刚啊 我刚刚就是点击这个小时名分类 它是不是要我做登录 对吧 你不登录 它不给我们看这个页面 所以说现在很多网页啊 它是有一些网页的一些身份的一个认证的 对吧 如果说你没有指定 你没有登录 那么网页的一些数据你是看不到的 这是关于这一点 这是关于这点 Pathom怎么登录 Pathom你要做一些模拟登录啊 你要破解它一些登录的一些请求删数啊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一点 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啊 我接下来就通过如下的这四个步骤 去实现咱们今天这么一个案例 好吧 最终来说的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步啊 我们要确定咱们patch的一个URL地址 究竟是哪一个 当时呢 确定URL地址呢 其实啊 需要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分析什么呢 分析网页性质 分析网页性质 以及呢 当前这个网页性质 怎么分析呢 通过数据去分析 对不对 通过数据去分析当前它的一个网页性质 好吧 最终的话呢 当前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页面 怎么去进行一个分析 比如说当前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是能够看到这么一些数据的 对不对 那么当前这些数据呢 其实就有很多 比如说像这些图片 对吧 包括呢 当前在这里还有一些 它关于这个上传的一个标题 以及还有当前这个主播 它的名字等等 是能够看到这些数据的 还有一些像播放量 对不对 是能够看到这样的数据的 然后最终的话呢 我们要找当前这些数据啊 它究竟在哪里 对吧 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 它对应的地址究竟是哪一个 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们来首先分析一下 整个数据 它展现的一个形式 怎么分析呢 首先同学们啊 我们可以在页面的空白处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好吧 页面空白处 咱们右键啊 点击查看网页原代码 右键点击查看网原代码 然后呢 你点开之后呢 它会给我们弹出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同学们注意 这个浏览器窗口当中啊 给我们显示的数据呢 其实都是一些html数据啊 都是一些html数据啊 下面是不是有很多html标签啊 注意 当前啊 同学们在网页原代码当中 所给我们展示的所有数据啊 它都是静态数据啊 它都是属于静态数据啊 这是万一我们对于静态数据 都这么一个概念 对吧 就是你在右键点击查看网页原代码当中 在这个浏览器窗口当中 你看到的所有数据 它都属于静态数据啊 它都属于静态数据 完了之后呢 确认这个概念之后呢 后续我们是不是 比如说 我就复制一下这个标题 好吧 就是你的女孩考拉 比如说我就复制一下 你的女孩这么一个关键字 这里不好复制啊 就是我复制一下这个 你的女孩关键字 然后呢 在我们当前网页原代码当中 检索一下 比如说啊 同学们 我通过快捷键的方式啊 通过Ctrl加F 调出这个检索工具 然后的话呢 我可以搜索一下 你的女孩 注意同学们 在这里呢 我通过搜索页面当中的关键字 它给我们显示的结果是0-0 什么结果啊 没有结果 也就是说同学们 在我们当前网页原代码当中 我找到这个关键字 没有找到 那么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当前页面当中 显示的这些数据 它不是静态数据 对不对 我刚刚说了 所有网页原代码当中的数据 它都属于静态数据 对不对 但是静态数据当中 我通过检索没有找到 那么证明什么 证明我当前网页原代码当中 我或者说我在网页当中啊 看到的这些数据 它是不是不是静态数据 对吧 它是不是不是静态数据 你的女孩 你的女孩不在 我操真扎心 好吧 也就是说呢 当前在这里 我在静态页面当中 我是看不到 我想要的数据的 那么如果说你在静态页面 当中找不到 那么我们啊 只能想办法去找 对不对 想办法去找的话呢 其实啊 在数据的展现形式 这个方面来说啊 除了静态数据 那就只有动态数据 像我们静态数据与动态数据 它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好吧 如果说你在网页元代码当中 你找不到你想要的数据 那么绝逼就是在 属于动态数据那个范畴 好吧 那么动态数据该怎么去找呢 同学们啊 像有同学已经找到了 对吧 啊 啊 关于动态数据 它怎么去找呢 首先 我们可以通过 注意 你呢 可以通过在页面当中啊 右键 点击到检查 啊 右键点击到检查 然后呢 它会给我们在页面当中 给我们弹出一个 下面这么一个浏览器的一个开发者工具啊 这是属于谷歌浏览器 给咱们提供的开发者工具 好 后续 如果说你们啊 要找一些动态数据 你们可以在network 这个栏目下面去找 你像network的话呢 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我们当前抓包工具 啊 比如说我点击到network 这么一个功能区点击到它 然后呢 注意 我刷新一下当前这个页面 我点击这个按钮 刷新 刷新完了之后 你可以发现啊 在下面 在network 这个栏目当中 或者说这个功能当中 它下面是不是有很多数据包的形式加载 其实在当前页面 产生所有的 包括静态数据 动态数据 所有的网络请求响应 都会在下面 以数据包的形式给我们呈现 啊 都会在下面以数据包的形式给我们呈现 好吧 所以说 当现在这里呢 我们接下来啊 要在这个下面 这么多数据包当中去定位到 我们想要的数据 啊 我们想要的数据 哇 这是关于这一点 这是关于这一点 好吧 呃 绝逼 对啊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也去找数据 哎 我就发现 同学们 这里这么多数据包 对吧 可能你从上往下数 可能有多达二三十个数据包 至少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注意 我呢 接下来的话呢 嗯 我要偷一定的懒 这个偷懒的话呢 是根据我们什么呢 根据我们平常爬取数据的一些经验问题 啊 什么经验问题呢 就比如说 当前同学们啊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定位到数据包 在这里这么多数据包 我们无法准确的去定位 对啊 后续呢 我们可以借助什么工具呢 在这个network下面啊 这一行 有很多分类 对吧 这些分类是表示什么呢 这些分类是表示数据包的一个分类 而且呢 他会把当前这里面所有的数据包进行一个归纳整理 比如说 我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啊 哦 表示所有数据啊 XHR 他过滤一些接口数据啊 或者说一些动态加载的数据啊 完了呢 JS过滤JS数据啊 过滤CSS样式数据 过滤图片数据 过滤一些像多媒体文件数据啊 还有呢 过滤一些像字体文件数据 文档类型的数据啊 web socket的协议产生的一些数据等等 在这里呢 会通过数据包的过滤器进行一个筛选啊 你们可以这么去做啊 你们可以这么去做 好吧 好 完了之后呢 当前呢 我接下来要在这个数据包当中啊 去定位到我想要的一个数据 好吧 定位到数据之前呢 就不得不提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也是我们平常在浏览网页的过程当中 经常性的会看到的一个现象 好吧 那么当下在这里呢 注意 我接下来要从这些数据包的过滤器当中 去定位到我想要的数据包 那么在定位之前呢 我给大家首先看一个网页的页面 它页面 它展示数据的一个形式 好吧 为什么不用谷歌网软器给我们演示呢 这位兄弟 这是谷歌啊 好吧 这是谷歌网软器啊 好吧 好 完了之后呢 当前啊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它整个页面 它展示数据的一个形式 好吧 好 注意 注意啊 接下来仔细看啊 这个网页展示效果 或者说展示数据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来 像我们当前在这里啊 我往下不断的去翻啊 你们注意看下效果好吗 对面 往下翻 好 往下翻 你们刚你们注意你刚看到什么效果没有 啊 你们注意刚刚我往下翻多页面 你们看到什么效果没有 对面 啊 像我刚刚翻多这个页面 它是不是 来我再次刷新一下 我再次刷新一下 啊 然后呢 刺激 我去 你这个 呃 你注意仔细看啊 整个页面 它展示数据的一个形式 是什么 啊 比如说我往下翻 哎 它下面 它刚刚我一翻下来 它下面本来是没有这些数据的 对 呃 过了大概就零点几秒钟以后 它是不是给我们展示了这些数据 对吧 来 我再次看一下 哎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展示数据的效果呢 你们平常在其他网页当中 你们可以可能会看到过 可能会看到过 对 好 那么这种形式展示数据呢 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我们前端的一项展示数据的形式 啊 呃 翻到哪里 就加上哪里 对啊 加上的很慢 这是因为涉及到有些网速或者是网络带宽的问题啊 好吧 呃 抖音的奶瓶 奶瓶面膜 我查东西 啊 瀑布流啊 像有同学知道他的一些名词 是吧 啊 然后看右边下拉条就在增加 对啊 也就是说呢 当前在这里呢 我通过滚动我的鼠标啊 他给我们动态加载出了一些新数据 是吧 而且呢 很明显的给大家看一个效果 注意啊 我在加载这些新数据的时候 你们看一下 当前这个地址导航栏中 这个地址它有没有改变 啊 你看一下这个地址 比如说我往下不断的加载 不断的加载 不断的加载 网页当中 这个地址导航栏中 这个地址是不是都没有变 对吧 也就是说呢 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当前这里面数据 它是属于动态加载的数据 对啊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 这种形式动态加载的数据呢 在我们啊 这个技术当中啊 这给大家拓展一个支点 叫什么呢 叫做前端 前的什么技术呢 ajax adjax 一部加载 它是属于前端的一项技术啊 前端它是属于展示页面的一些 比如说像html css 以及这个java scribe的一些特效 像这种展示页的形式呢 它是属于前端的ajax 一部加载 那么这种ajax 一部加载的话呢 它主要实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再啊 再不需要 不需要 加载整个 加载 整个页面的 情况下 干什么呢 对页面 实行局部刷新 局部刷新 啊 这时候 ajax 一部加载的这么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呢 后续我们加载 就是这些动态数据 它并不会对整个页面刷新 啊 它只会在页面的下半部分 给我们加载出这些新数据 是吧 啊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这是我们前端的一项技术 好吧 那么 如果同学们 你平常看到有这种形式加载的数据 那么后续你在定位数据包的时候 怎么定位呢 我们可以直接定位到xhr 啊 像xhr呢 它是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这个xmlhttp request这么一个缩写 啊 它主要过滤的就是一些动态加载的 包括像一些adjax一部加载的数据呢 一般在这里都会经过一些过滤 好吧 完了之后呢 当我们点击到xhr 哎 在这里呢 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多数据包的加载 好吧 好 完了之后呢 注意 我首先把所有数据把它清空 我点这个按钮把它清空 清空完了之后呢 我再次刷新页面 啊 呃 这样去刷新页面之后呢 我翻到页面最上面吧 然后呢 再次清空吧 再次给大家刷新一下 好吧 好 刷新完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这里面过滤之后数据包是不是少了很多 啊 是不是少了很多 对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去找数据就非常方便了 对吧 比如说咱们咱们点开第一个数据包 然后呢 我们可以定位到preview 这个栏目当中去预览数据 去查看数据啊 把这些数据呢 把它一时展开 当前我展开这里面的数据 是没有我们想要的数据的 对吧 你将我们看到页面当中是能够看到这些主播的名字的 对 那么我们首先可以以名字去进行一个定位 那比如说这个小小雅西 对吧 填茶找朋友等等 然后的话呢 第一个数据包我们就排除了 对 因为在他返回的数据当中是没有我想要主播名字的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数据包咱们把它一时把它展开展开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展开之后 它呢 有零到多少 零到24 也就是说呢 这个数据包呢 它一共有25条数据 比如说当前我们展开第一个数据包好吧 展开第一个 展开第一个之后呢 那么你就会发现啊 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字段 比如说 Alias 这个字段 是不是找到了关于主播的一个名字 这个主播名字是不是就是小雅西 后面还有一个点啊 对吧 这个点比较小 在意味当中是比较小 但是在我们数据包当中 它是能够看到这个点的 对吧 好 完了之后呢 一是中国我们这里的一个对比 第二个主播 是不是填茶找朋友 对吧 呃 第三个主播 第三个主播是不是周周一二 那一四了 我还找一下第四个吧 啊 找一下第四个啊 这个福基 求佳人 好 完了之后 当前啊 我们来通过一些数据对比 这是第一个 这第二个啊 这第三个 是吧 这第四个啊 我就以这几个数据来通过数据的对比去确认到 哎 当前这这个数据是不是我们找到页面当中对比到的一个准确数据 对吧 如果说你找到了这个数据 那么后续我是不是就可以确认我要请求的我想要的数据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数据包下面 就包含在这个数据包当中我需要请求的就是这么一个数据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当前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去找一些动态数据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找 好吧啊 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找啊 包括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哦 所有数据包当中你可以一个一个去对比去排查 啊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还是通过这些数据包的过滤去去分析数据啊 去找当前你对应的数据可能是哪个分类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一点 这是关于这一点 那么我通过分析呢 找到当前这里面的数据就是第二个数据包 就是我想要的数据请求的一个数据包 对不对 好 确认之后呢 后续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义到他的headers 在headers这个栏目当中啊 我们可以点开他的这个general general 他是显示什么呢 显示这个数据包 他请求的url地址 请求的一个方式 请求的状态码 请求的这个ip地址以及端口号等等 他就是显示在headers这个栏目下面 以及在这个general这个分类下面 他都是属于展示数据包里面的内容 好 完了之后呢 当前这个数据包啊 我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地址去发送请求 这就是我确认数据包请求的一个地址 对 好 完了之后呢 我首先我之前 首先是不是找到了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我们可以比如说定一个url变量啊 以字符串的形式去接收 我刚刚找到的这么一串链接地址 对吧 找到这么一串链接地址 以及呢 后续 后续的话呢 我要根据这一串地址去发送网络请求 在发送网络请求之前呢 我们需要找一个字段 什么字段呢 当前我们来看一下 在页面当中啊 数据包里面啊 其实呢有一个关于这个request head是这么一个分类 咱们把它点开啊 点开之后在request head这个栏目下面啊 就有很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字段 就请求的一些数据字段 在这里呢 每一行都代表一些请求投资段 这些请求投资段呢 它是浏览器啊 发送请求的时候 默认的会带上这些字段 也就是说呢 浏览器 它后续是肯定会向服务器去请求数据的 那么它在请求的时候呢 它就默认的带上这么一些请求投资段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字段啊 往下翻 有一个user agent这么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浏览器的一个身份标识 好吧 那么当前的话呢 我接下来通过的代码发送请求 我也带上这么一个字段 是不是可以把我当前这一次请求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字段 把它复制下来 Ctrl C 然后呢 这个字段需要构建成一个字典 建置对的形式 比如说呢 我首先定一个head是这么一个变量 把它构建成一个字典 字典建置对的都需要使用双一号 把它分隔开 冒号左边是字典的键 用双一号把它包裹 冒号后面是字典的一个值 同样的用双一号把它包裹 好吧 好 当前在这里呢 我就通过我们的分析 来定义了两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我需要请求的地址 第二个变量是我请求的时候 需要斜的上的一个请求投资段 对吧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 重在分析 同学们 重在分析 对吧 通过分析完了之后呢 后续我们是不是 要根据我们找到的地址 发送地址请求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第二步 发送地址的一个请求 那么关于地址数据请求呢 就需要我们借助一些模块 去发送请求 像我们当前呢 首先我们来导入一下 数据请求模块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request 这么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我之前是不是简单介绍过 这个模块 它是不是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通常呢 它属于一个第三方模块 是第三方模块 像很多学呢 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第三方模块 第三方模块呢 就是你安装python解释器 它一般不会帮你自动的 带上这么一个模块 所以说第三方模块 需要咱们自行安装 在这里的话 我就快速的去讲一下 第三方模块 安装的一些方法 其实呢 第三方模块 后续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些 中断命令去安装 同学们 中断命令去安装 当前在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点开 我们整个代码编辑器 pycharm最下面 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terminal 这是代码编辑器 给咱们提供的一个中断工具 咱们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 去安装 比如说呢 我通过pep install 这行命令 去指定模块的名字去安装 其实呢pep install 其实就表示安装的意思 你要安装哪个模块呢 我要安装request 这么一个模块 点击回车 好 当时这个模块呢 在我的pattern解释系的环境下 是已经有的 所以说啊 他会在这里给我们显示 requirement already set is failed 你安装的 你需要的模块已经存在了 并且来说 他存在的一个路径 在这里都有显示 像你如果说同学们啊 你们没有安装这个模块 那么在中断当中 他会有一个黑白的进度条显示 他会有一个黑白的进度条显示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关于我们模块 第三份模块安装的方法 如果说再做各位同学啊 你安装第三份模块呢 其实有一个前提啊 前提是大家整个pattern环境配置没问题 所以说包括这个第三份模块不会装 pattern环境配置有任何问题的同学呢 你现在找到我们助力老师啊 这是我们助力老师的微信号 好吧 这是我们助力老师微信号 你现在找到我们助力老师呢 助力老师会帮助大家去解决模块 以及环境的安装问题 所以说呢 关于这些技术性的一些问题啊 大家助力老师都可以给大家解答的 所以说呢 有需要的话呢 大家直接可以问我们助力老师 除此之外呢 当前呢 我们安装完这个模块之后呢 后续我们要根据这个模块去发送请求 对不对 好 那么我首先根据我们导入的这个request的模块啊 点上一个get的方法 去指定请求去发送 指定请求去发送 完了之后呢 那么当前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类似于用关键字的方式啊 去发送一个请求 好吧 当前呢 我们啊 可以这么去说 比如说呢 我可以定义一个这个url 可以定义一个url关键字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红色的是属于我们请求方法的关键字 白色的就是我们刚刚定义好的一个变量 对吧 以及呢 我在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携带上这么一个请求头字段 是吧 那么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携带上这个heads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heads 当前这一次呢 这一句代码 其实呢 在你运行的时候 他就会帮助我们 把当前这一次请求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去请求这个地址当中的数据 好吧 一期请求下来呢 他返回的一个对象 我用一个response的变量来接收 好吧 好了 这我给他通过print 来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咱们右键点击运行 好 当前呢 我们打印出来啊 他打印出来的是一个监控号 对吧 像监控号在我们python语言当中 他表示一个对象 对吧 像这个对象的话呢 这是对象的名字 其实后面这个数字呢 他表示状态码 像200左右的状态码呢 他表示请求成功 好吧 完了之后呢 当前我要的不是对象 对不对 我要的是当前这个对象里面 他返回的数据是什么 那么怎么去取数据呢 当前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发送的当前这个数据包的请求 那么这个数据包请求 他返回什么数据呢 来 我们之前看到是不是preview preview当中 你们看到的数据 是经过格式化整理之后的数据 这里面的数据呢 你可以展开 可以折叠 对不对 如果说你想看原数据 那么你可以定位到这个response response就是查看当前数据包里面的原数据 这些数据呢 原数据它是没有经过这个渲染的 后续它没有经过这个数据格式的一个整理的 好 完了之后呢 你们来看一下啊 当前这个数据其实就是很显然的节省数据 很显然的节省数据 关于这个节省数据呢 它其实你看起来 其实是不是看起来非常乱 对 你看起来可能啊 就一长串 非常非常长 很长很长一段 但是实际上 它内部结构是非常清晰的 同学们啊 如果说你平常你可以看到 你平常数据当中 你看到类似于用大呼号 对吧 呃 大呼号在我们paston员当中啊 它对应的 看起来的形式非常像字典 对吧 你可以把它理解 理解这个方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字典 好吧 字典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建筑队 这里面它也是有很多建筑队的 以及这里面数据 它是可以嵌套的 对 比如说当前这里面 最外面的这个呃 字典它里面嵌套了一个小字典 对吧 它是可以不断的循环 进套的 可以在里面去套数据的 好吧 平常你们看到 类似于这样的数据格式啊 它就是阶神数据 那么针对于阶神数据呢 后续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到 我们Response这个对象 它其中的阶神方法 比如说咱们点上一个阶神 我后面通过Response这个对象 点上一个阶神 就从对象里面提取阶神数据 好吧 完了之后呢 当前这里 比如说我用一个阶神 我刚一个data这个变量 去进行一个接收 啊 接收完了之后呢 后续我给大家通过print 来打印一下这个阶神 对他 完了之后呢 咱们右键点击运行 给大家运行看效果 好吧 当现在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 哎 在我们这个Response当中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 是不是非常非常像 对吧 同样的类似于字典 有见识对 是不是 好 那么当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后续呢 我们啊 是不是可以去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 对啊 也就是说那当前在这里 我讲了前面这两个步骤 对吧 前面这两个步骤 就已经获取到了我想要的一个数据 对啊 字典见识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关于阶神数据 你可以形上的把它理解为 这个字典格式 可以这么去理解 但是他底层啊 他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格式是不一样的 你像原生的这个阶神呢 他的这个数据格式 他是字符串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要这个阶神方法 他对应的数据格式 他就是一个字典 所以说当前这里 你理解 理解这个层面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但是最终你在后面 你要注意他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格式 好吗 对吧 就是关于这一点 后续呢 同学们当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想要的数据把它提起出来 对吧 也就是说 基于我们获取到的数据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第三步进行一个数据的解析 对吧 进行一个数据的解析 通过第三步 关于前面这两个步骤 有问题都可以问一下 好吗 没问题 同学你给我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好吗 其实我前面就敲了三行代码 而且还有一行是打印 有问题的可以问一下 没问题的给我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好吗 对吧 这个都没问题啊 都没问题的话 那就好吧 上次课感觉你讲过了 这个我们其实每一天的公开课的话呢 其实针对的就是怎么说呢 把你们都看作就是刚刚入门 对吧 从零技术开始学 所以说呢 我们面向的群体也主要是面向零技术的学员吧 所以说呢 有些知识点的话呢 是会重复去讲的 好吧 点上一个阶层识别不了 如果说是规范的阶层数据才能够识别 就是规范的 才 才能提取 如果说不是规范的话呢 他们他会报错 不规范会报错 你像我说了 阶层数据他有层次性啊 如果说你 你最终获取到的数据 他如果说 假如说他是HTML HTML数据 他是阶层数据吗 他不是 不是阶层数据 那么他在提取的时候呢 你用阶层方法 他就会报错 好吧 所以说这是关于这一点 这是关于这一点 嗯 太慢了 讲的 嗯 我说了 我们所有的公开课啊 他是面向灵技术的学员 好吧 所以说呢 当时在这里 我呢 所有的知识点 我都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好吧 如果说你觉得讲的比较慢的话 你可以当做复习嘛 对不对 这个因为确实 大家学习的进度可能都不一样啊 好吧 直接把这个杰层写在二十四章后面 是不是可以少写一行 对吧 这个杰层 他是知识链式调用的 你这一行代码呢 你可以写 直接放到这个地方 对吧 你四十三行 后面这个杰层方法 你可以放到后面 这是可以的 他是知识链式调用的 知识链式调用 啊 知识链式调用的 好吧 这是 这也是知识的 好 就关于这一点 好 呃 没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来继续往下去讲 好吧 好 第三步关于数据的解析 数据解析呢 当前呢 首先啊 我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模块 好吧 介绍一个什么模块呢 当前你可以看一下 我在终端当中 打印的这个数据啊 他是不是在一行内显示的 后面呢 对于我们数据提取 去找他的数据之段 是非常不方便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啊 我就换一种打印的一个格式 首先呢 我当当前在这里呢 我可以导入一个模块 比如说我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pibrand的模块 呃 pibrand的模块呢 它是一个格式化输出模块 啊 格式化输出模块 它能够帮助我们 把接生数据 进行一个格式化的输出整理 好吧 好 当然呢 我们后续根据导入的pibrand的模块 我们可以怎么去输出呢 比如说我通过pibrand的 点上一个pibrand的方法 我这么去打印 这个接生数据 完了之后 又进给大家运行 那么这样去打印的话呢 它在中端当中 每一个数据字段 它都会换行 方便我们后续 对数据进行一个提取 所以说呢 后续你在接生数据当中 你提取数据的话呢 你可以这么去打印 对吧 你后面你找字段是非常方便的 对吧 找字段是非常方便的 这是关于这一点 就是一个格式化输出 你调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好吧 好 完了之后呢 当前啊 要解析数据了 关于这里面数据的解析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我们要哪些数据 通过我们的最终目的 我们要的是这些视频数据 对吧 而且呢 这些视频 比如说 在这里呢 我就 点开一个比较sexy的吧 这个吧 刚刚这个声音 我刚刚就听了一秒钟左右 也就是说呢 这个视频是我们最终需要获取的这么一个数据 其实呢 同学们 像现在这个视频 对应的啊 在我们互联网当中 它要进行一个播放 那么它肯定对应的有一个视频播放地址 视频播放的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视频播放地址 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获取一下 对吧 除此之外呢 我们后续要把它保存到我们这个电脑本地 对吧 我们最终要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 数据保存在电脑本地 你的视频文件 是不是得要一个文件名 对吧 需要什么呢 需要文件名 对吧 你没有名字 怎么保存在你的当前Windows系统下面嘛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后续根据分析呢 我们要两个数据 对吧 我们要拿两个数据呢 第一个视频播放地址 第二个视频什么 视频的标题 我们要解析这两个数据 对吧 有了这两个数据 后续我们才可以把我们想要的视频数据把它保存下来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我就在这个页面当中给大家分析 好吧 在页面当中呢 我们来定位到preview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在这里面 每一条数据当中 它是有很多数据之断的 它是有很多数据之断的 好吧 其中呢 我们首先啊 来首先找一个标题吧 首先你保存视频的标题 你或许要用哪一个 像有同学他说用一个title 对吧 title 注意 title这个标题呢 这里有title 对吧 这里title的标题是动态分享小视频 对吧 好 完了之后呢 我来找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 嗯 一二三四五六 好 第六条数据 第六条数据对应就是第五个 好 我们看第一个视频 它的title 它的值 是不是动态分享小视频 对吧 然后呢 我对应的第六个视频 它的title 同样的等于动态分享小视频 如果说你按照你这么一个逻辑 文件名从名 对吧 它是不是后续在保存的时候会覆盖 那么你还用title吗 同学们我想问一下 你们还用title这个 你还提取这个title吗 所以说不用了 对不对 你想一想 你根据 你平常 你保存文件到文件夹里面 对吧 如果说文件从名 它是不是会覆盖 所以说你要尽力可能 找不同的文件名 对不对 那么不同的文件名 那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取这个作者 对吧 你像每一个主播 他都有主播间的名字 他都有名字的 对不对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的话 我们视频的标题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alias 这个字段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的数据 好吧 第二个我们要的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视频播放地址 当前在这里呢 有很多个地址 在这里呢 有比如说 有这参地址 有这参地址 还有下面很多地址 你们如果说要定位地址的话呢 你们首先可以看一下它的违罪 像看违罪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url地址当中 它是不是有一个.mp4的违罪 是吧 这是相当于什么呢 这相当于偷懒的形式 像如果说有的视频文件 它没有违罪呢 没有违罪的话呢 你可以只能去一个一个去试了 像这个 它是不是有很明显的违罪 给我们标示了 它是.mp4的违罪 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串地址 把它给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呢 重新打开一个新的urln7窗口 点击回车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大家 一样快线准备好没有 如果看多的话 我估计你要多倍一点 一样快线啊 对吧 也就是说呢 也是通过分析吧 我们得到一个视频地址 它是对应的这个资论 对 好 那么最终的话呢 我们要解写哪两个资论的数据啊 同学们 通过我们的分析啊 我们首先是不是要解写这个alias 作为视频的标题 第二个 我还需要解写这个play url 作为视频播放的一个地址 对 我要把它解析出来 对吧 一样快线是什么梗 我担心你们一样跟不上啊 所以说要常本一样快线啊 是吧 后面的关于这里面数据解析呢 我们要从这个阶神数据当中去提取数据 好吧 去提取数据 最终的话呢 你们来看一下 阶神数据的提取 其实就类似于字典的键子对 就用波扬中的方式 一层一层的 把字典对应的这个键 对应的一个值 把它解析 把它提取出来 比如说我要提取到这个content的这个键 后面对应的值 然后呢 根据欠套的规则 我还要提取这个list 这个键 后面所对应的数据的一个值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首先啊 我要去取这个list 这个键 后面对应的这么一个列表 对吧 列表里面的元素 它是不是一个一个的字典 这里面数据是非常有层次性的一个东西啊 非常有层次性的东西 好吧 好 完了之后 首先我提取到这个列表 好吧 关于当前在这里呢 比如说 我构建一个data 当一个list 这么一个变量 然后呢 从节省数据当中啊 去用键子对取一个一个去取 首先取这个content 这个键 后面所对应的值 然后呢 根据欠套规则 去取这个list 这个键 后面所对应的一个值 最终我取到的是一个列表 对啊 好 列表里面的元素呢 它是一个一个的字典对象 这是一个字典对象 下面是第二个字典对象 那么后续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字典对象 通过for循环 把它变离出来 比如说我勾建一个for 比如说我for一个data 印一个什么呢 印一个这个datalist 最终的话呢 我给大家通过print来打印一下这个data 我把每一个字典数据把它打印出来 好 上面的话呢 这里我就不打印了 给大家运行 最终我们会 是不是会得到每一个字典对象 每一个字典对象 在这里都会得到 那么根据我们的分析 我们要把我们要的一个字段 把它提取出来 对啊 同样的 在这个for循环当中 我可以根据字典的见识堆取值 根据这个data嘛 首先取它的第一个alias 什么一个字段 alias alias 我来找一找 picture title alias 我要取每一个字典当中 这个alias这个字段 对吧 好 这里取出来是什么 这里取出来是视频的 标视频的题目 啊 视频的题目 对吧 视频题目的话呢 比如说呢 在这里呢 我用一个video 我杠一个title 这个边上来接收 除此之外呢 我还要获取视频的一个什么 视频的一个地址 视频地址的话呢 是对应的这个playurl 往后面 往后面去找 好 这里有个playurl 对吧 这是视频的什么地址 视频地址的话呢 比如说我用一个video 我杠一个url 这个边上来进行一个接收 好 完了之后 我给大家通过print来打印一下 我们提取到的这两个数据 对吧 video url 最终的话呢 来注意同学们 咱们右键啊 点击运行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当现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的话呢 我们左边是举到的视频的标题 右边是举到的视频播放的一个地址 对不对 所以说当行车这里呢 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标题 后续啊 我们啊 是不是需要作为文件名字 那么这个作为文件名字 你们考虑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它其实有问题的 这个作为文件名字 它后面是没有文件的伪追的 没有文件伪追的 你如果说你拿这个作为视频文件名字 那么你后续 这个文件你拿什么软件打开 你像我们现在很多文件的伪追 伪追有什么用啊 伪追就是给我们打开的软件去识别的 比如说我们视频文件 那么肯定要用播放器打开 对吧 图片文件肯定要用图片查看器去打开 所以说呢 这个视频的伪追 如果说没有的话呢 我们可以自行的一个拼接 我把它加一个伪追嘛 对吧 像这个视频尾罪你们可以加一些常见的 比如说点MP4 比如说点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ABI 还有这个FLV FLV等等 有很多 还有包括RMVB啊 等等 有很多视频的伪追 你在这里自己可以随便签 随便加 这个委屈只是给我们软件去识别的 用什么软件去打开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 这是我们解析出来的这些数据 那么最终的话呢 我要把这些数据把它保存下来 接下来当前呢 我已经得到了视频的地址 以及那视频的一个题目 对不对 关于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后续我是不是要把 我获取到的数据 把它保存下来 对吧 保存数据之前呢 肯定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视频数据 视频数据有了吗 对不对 现在视频数据已经有了吗 没有对吧 也就是我刚刚已经指 我只得到了视频的一个地址 但是呢 视频的数据有吗 没有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呢 我首先啊 得到视频地址之后 我首先是不是得请求视频数据 对吧 首先请求视频数据 怎么请求呢 同样的通过request 这个模块是不是发送数据 请求的模块 完了之后呢 咱们request点上一个get 指定我们ur要关键字 就指定我们当前要请求的一个地址 我接下来要请求的是视频的地址 它所对应的变量是radiour 以及请求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携带上这个header是 请求和字段进行一个伪装 请求字段进行一个伪装 伪装之后呢 当前在这里呢 注意 当前我请求的是视频数据 那么关于视频数据呢 还包括啊 像视频 图片 然后呢 一些音频 以及呢 还有一些字体文件 字体文件 其实这些数据啊 包括视频数据 都属于什么呢 都属于二进制数据 是二进制数据 像我们这个二进制数据 如果说你请求下来之后呢 我们对应的要用一个属性 去提取这些二进制数据 好吧 什么属性呢 当前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啊 用什么呢 直接用我们当前 练时调用 刚刚有一位同学是不是说了 之前我在发送 阶神数据请求的时候呢 这里这个阶神方法 它是可以用练时调用的 后续的话呢 我直接在后面 直接点上一个content content的这个属性呢 就是从前面的对象当中 提取他视频的二进制数据 好吧 好 当前在这里呢 我提取下来之后呢 比如说啊 我有一个 围的 我刚一个这个data 这个面量 去进行一个接收 这就是我请求到的 视频数据啊 这是我请求到的视频数据啊 呃 完了之后呢 请求到视频数据之后呢 我后续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数据 把它保存下来啊 关于数据的保存呢 当前呢 我首先啊 在这个项目下 我新建一个空白的文件夹 比如说我命名为verdial 这个文件夹 我现在呢 在我当前这个项目下 是空白的文件夹 后续呢 我把所有视频数据 把它保存在这个verdial文件夹下面 好吧 啊 完了之后呢 那么当前 我呢 可以通过最后一步 干嘛呢 进行数据的一个保存 啊 进行数据的一个保存 完了之后 当前这里面啊 数据的一个保存呢 在这里的话 后续啊 我们首先啊 可以通过withopen withopen呢 是打开文件的一个函数啊 打开文件的函数 那么当前在这里呢 open第一个这个参数呢 是要指定我们文件保存的一个路径 啊 关于当前这里面的一个路径呢 比如说 当前呢 我可以指定verdial文件夹 因为当前我这个py文件和什么呢 和我当前这个文件夹 它属于什么 它属于同级目录 啊 如果说是同级目录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当前这里 我可以用相对路径的方式去直接找到这么一个文件夹 好吧 啊 像有位同学他自己在这里修代码了 对吧 啊 我现在是在windows系统下进行一个编码啊 所以说你们这样的话 这样的代码形式是行不通的 好吧 啊 啊 我们后面找到这个radio对吧 然后呢 后面我们加上两个斜杠吧 啊 这两个斜杠呢 表示文件路径的分割服务 具体的意思呢 就是要保存在这个文件下面 啊 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好吧 呃 完了之后呢 我们后面是不是还得加上我们文件的名字 文件名字 我之前是不是已经指定了 哪个 radio title 这是不是文件名字 那么后续我是不是要加上我们文件的名字 对吧 这是我们第一个 open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model model的话是写入方式 因为我要写入的是二进制数据 所以说我要wb的方式进行一个写入 好吧 呃 我们打开的文件啊 我取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呢 我就用这个f变量去接收了 后续的话呢 我可以通过f点上一个write去写入数据 写入什么数据呢 写入我请求到的视频数据 对应的是哪个变量呢 是不是这个video data 是吧 完了之后 咱们把它复制 粘贴到当前这个write的方法当中 好 注意呢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后续呢 我们没保存一个视频 我们呢 可以给他通过print函数去打印一下 出租一下 比如说保存完成 对吧 把他的文件名字 比如说video 刚一个title 把它输出一下 对中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的话啊 咱们右键啊 点击运行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吧 保存完成这个小雅西 对吧 而且呢 后续他现在在这个代码还在跑 周周一二 是不是有点慢 对 其实这个速度啊 其实我们像这个资源 这个网络资源 因为涉及到是视频 所以说他稍微有点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前我们这个 爬取的速度 很大情况下 跟你的网络带宽有关系 好吧 第三个 我们这个速度 后续是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代码层面 去解决的 我们后续呢 我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一些多任务并发编程 在这里呢 报了一个错 后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多任务并发编程 去加快我们数据爬取的一个速度 这个报错 我们暂且先丢着 好吧 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前面的数据能不能保存下来 好 完了之后呢 咱们啊 当前在这里呢 咱们打开当前这个文件夹 好 打开文件夹之后呢 当前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保存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保存了八个视频 这八个视频呢 是能够看到的 对吧 对 比如说当前在这里我点开 能够刚刚看到这个效果的给我烧到鲜花好吗 那边啊 就前面这个视频是能够播放的 对吧 啊 也是我们正常的数据机器一个保存的 那么后面呢 后面这里有个报错 这个报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啊 很多人呢 看到报错啊 就慌了啊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了 首先关于报错 这是报错的一个代码 具体的一个行数 它是在59行发生的报错 咱们点击 点击之后呢 它定位到了59行 也就是说在这一行发生的报错 这一行发生报错呢 通过我分析我的代码 它是没有问题的 啊 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好 通过当前咱们这里的一个分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当现在这个地方啊 它是报的一个OS error 像OS error的话呢 你可以分析一下 操作系统 错误 这个错误 它是什么错误呢 是我们当前 你后续在保存文件的时候 我们windows操作系统啊 发生的报错 为什么会发生报错呢 当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吧 就比如说当前呢 我就打开我的这个文件夹 我就随便新建一个 比如说这个文本文档 在当前这个文本文档当中呢 我首先输入一个信息号 我输入不了 我给大家几张图啊 给大家几张图 也就是说当前同学们注意 文件名中不能包含下列任何字符 哪些字符呢 反斜线 斜线 冒号 行号 问号 双引号 左肩固号 右肩固号 以及属线 是吧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 学们 哪一个是属于什么 哪一个是属于我们当前这里面的一些 非法字符啊 哪一个是属于非法字符 像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些非法字符 后续是能够进行一些替换的 这里是不是 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号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信息号 这个信息号是属于非法字符 好吧 那么后续我如果说碰到了这些非法字符该怎么办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正则匹配非法字符 正则匹配非法字符 好吧 这是关于我们接下来啊 来需要去讲一下关于正则如何匹配非法字符 比如说当前呢 我就在前面 比如说我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来 比如说我定一个这个change 刚一个title 这个函数呢 我让他执行这些功能就是 替换非法字符 替换非法字符 当前在这里呢 首先我导入一下正则表达式模块 通过import导入一个re模块 那么当前这个re模块呢 那么它是属于正则表达式模块 关于正则表达式的这些模块呢 首先我需要传一个标题进来 我首先要传一个标题进来 对吧 我调用这个函数需要传一个标题进来 那么在这个标题当中呢 后续我要根据这个标题去提取数据 首先呢 我可以使用什么呢 首先我呢 我就直接调用re模块 点上一个什么 点上一个sub方法 sub方法呢 是属于替换方法 第一个参数 指定什么 指定我们正则表达式规则 你要替换哪些 比如说我要替换非法字符 那么我可以用一个中号 我可以用一个中号去收集这些非法字符 好吧 去收集这些非法字符 像这些非法字符呢 它都在我们这个操作系统当中 有特殊含义 所以说要使用斜杠进行转译 用斜杠进行转译 要转译哪些呢 那比如说我再次给大家 插一个信号 然后呢 我给大家几张图 几张图 好 首先呢 我第一个是斜线 是吧 这次就属于转译 第一个是属于转译字符 第二个才属于特殊字符 那么转译之后 特殊字符呢 它会把它转换成普通的字符串 不让它具有特殊含义 第二个是不是反斜线 转译 反斜线 然后的话呢 转译冒号 转译星号 然后呢 转译问号 还有什么 转译这个双引号 然后呢 转译这个监固号 转译这个又监固号 对吧 还有转什么 还有当前转译这个数线 当前在这里 我是不是所有非法字符 我已经收集下来了 对吧 收集下来之后 第二个参数 也就是说 SUB方法的第二个参数 你需要把这些匹配到的非法字符 你要替换成什么 比如说 我把匹配到的非法字符 我把它替换成下滑线 把它替换成下滑线 那么第三个参数呢 你要在哪里替换 我要在传进来的这个title 这个标题当中 去进行一个替换 最终的话呢 替换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新标题 比如说 我用一个new title 这个变量 去进行一个接收 最终的话呢 我可以通过return 直接返回 我替换之后的一个新标题 好吧 这是我定义的那么一个函数 这是我定义的那么一个函数 那么后续 如果是碰到了非法字符 我在保存之前 我是不是要调用函数 比如说 我调用一下change title 然后呢 把当前我题目的标题 把它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调用这个函数 你们会得到一个新标题 比如说 我用一个new title 这个变量去接收 就是我保存的时候 是不是我会用到 这个新的标题去保存 我用到这个新的标题去保存 对吧 好 完了之后呢 咱们右键点击运行 这是跳成到哪一个 就是新人非而求 独宠 对吧 这个发生的包错 再次来运行一下 就是混逝小魔女之后的 再次来看一下 当前这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他究竟有没有包错 好吧 究竟有没有包错 好吧 呃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后续向正泽表达师啊 在我们这个 呃 专题课程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系统课程当中 也是有系统的一个讲解的 你向正泽表达师的话 如果说你要学习的话呢 你肯定要学关于正泽表达师的原字符 原字符呢 他就是后续根据这些原字符 去组合他的一个规则 去匹配你想要的一个数据 好吧 所以说同学们 当前如果说你啊 对于这些选择表达师啊 对于这些技术点 你不了解的话呢 你现在同学们也可以找 咱们这个秦福老师啊 你详细的拿着这个蛋糕 你看一下啊 我们这些 呃 VIP的一些课程 教哪些知识点 好吧 像我们这些啊 我们系统性的课程呢 会教大家很多相关性的一些技术点 啊 除此之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 现在这里 报错吗 没报错 你可以看一下 新人非而出毒宠 把他替换什么 把他是不是替换成的一个下滑线 对吧 就是我 匹配到非法字符 然后呢 把非法字符替换成的一个下滑线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们 当前在这个地方 后续如果说你碰到了这些非法字符 那么你一定啊 需要借助到替换方法 你们呢 可以使用到什么 你们可以使用这个 你们甚至可以使用replace 你们也可以用正折 只要你能够替换都可以 怎么不用self传餐 为什么要用self传餐 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一下 这位同学 你知道self传餐是什么传餐吧 对吧 如果说你问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你 怎么说 对这一块啊 你可能还是对python语言 你还是没有学到这个精髓吧 好吧 你像self的话呢 它属于面向对象 self呢 它其实可以指代对象 好吧 面向对象呢 它的定义方式 它是属于class类声明 class它是属于一个面向对象类的一个声明 在这个类当中 你编写一些逻辑 它是需要调用self作为参数的 好吧 所以说是关于这一点 那么像我在这里 我是不是用的函数是编程 对吧 所以说这关于这一点 你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 如果说你不懂的话呢 你在这里呢 大家以后续也可以资讯到咱们清风老师 好吧 也可以资讯到咱们清风老师 就课后啊 你有什么想法呀 对吧 你有什么学的不懂的地方 咱们清风老师呢 也会给你去解答的 这是关于这一点 不要就不要把知识点学混淆了 最终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在这个文件夹当中 我们得到的就是24个项目 对吧 就是24个项目 这里面把它干掉一下 对吧 最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哎 这里面其实每一个视频啊 他都是能够播放的 比如说我看一下这个吧 对吧 这里面其实每一个视频都是能够播放的 好吧 好 当前讲到这里呢 其实 我只带大家采集了一个页面的数据 也就说我只带大家采集了这一个数据包当中的数据 啊 像我们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注意 同学们 如果我说注意啊 嗯 我往下滚动我的鼠标 他是不是会加载数据 对吧 加载完数据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下面是不是这里给我们加载出下一页的一个数据包 是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后续 我们在这里 每翻一页 那么他下面是不是加载出了这么一些数据包 是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个地方的后续啊 我们啊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啊 我们后续是不是要抓取这些很多页面的一些数据 啊 抓取这些很多页面的数据 是不是啊 呃 原来是25个有两个重名的 所以是23个 所以说还是有重名的 对吧 啊 还是有重名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这么去做啊 你呢 可以做一些判断 就是你可以判断一下 你可以用当前呃 判断一下这两个字符筛是不是相等的 如果说是相等的 你们呢 可以根据逻辑去重命名 是吧 根据逻辑去重命名 啊 在这里呢 就简单的一个EF判断 就判断一下当前这里面的这个标题 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 在这文件夹下面是不是有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OS模块 呃 用OS模块去查询当前文件夹里面的一些文件 然后的话呢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用EF EF逻辑判断 判断一下当前文件 名 在不在 该 文件 假 下 如果在的话 你就 修改 它的文件名 如果不在的话 你就直接保存 是吧 啊 所以说这是关于这一点 你后续可以这个代码 呃 一些优化的地方 你可以优化的 好吧 那么后续呢 我要讲一下关于怎么实现 我们后续这几页数据的一个抓取 好吧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我刚刚加准了这些数据包 对吧 这里面的这些数据包的后续 在请求的时候呢 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发送数据请求所对应的一个地址 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发送请求所对应的一个地址 这是第三个发送请求所对应的一个地址 对吧 这是第四个 好 同学们 当前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这四个地址 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这四个地址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啊 对没 这四个地址有没有什么不同地方 嗯 像半日前他说是配置不同 对啊 当前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当前在这个地址当中啊 地址当中其实绝大部分 他都是没有变 变换的只有一个地方 对吧 这个地方 好吧 那么关于这个地方呢 哎 他是不是根据分析这个规律 是不是一个翻页的一个什么 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查询参数 对吧 你像我们当前的这个地址当中的后面 就问号后面的这个参数呢 他就属于查询参数 对吧 通过分析他翻页的一个规律呢 他是通过这个地址的方式去翻页的 对不对 那么我后续是不是可以把它翻页的这个规则 把它构建出来 对吧 把翻页的规则把它构建出来 对不对 啊 所以说关于当前这一点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实现这个页面的循环爬取 来 我给大家写一下 比如说 我写一个文件吧 首先呢 我们可以定义出他翻页的一个规则 比如说我可以构建一个负循环 比如说我负一个配置 印一个什么呢 印一个rent 构建一个数据范围对吧 我首先采集前面11页的数据 哇 好 这个负循环构建好了之后呢 把下面所有代码选中啊 选中之后呢 咱们按一个这个type键 进代码块的整体缩进 缩进完了之后呢 每爬一页就每循环因素 这里面这个页数 是会变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 我就可以预留一个接口 对吧 当现在这里面每循环因素 它都会变 那么我在整个字符上前面 我加一个f 用f进行一个字符上的站位 每循环因素呢 我就把这个配置把它传进来 对吧 配置是不是1234567890 我首先采集前面实验数据 是吧 最终的话呢 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print 给大家记录一下的页数 比如说呢 当前在这里呢 我可以记录一下 正在爬取的 多少页的一个数据 关于这里面的页数呢 同样的我用f字符上站位 幅的方式呢 把这个配置把它传进来 好吧 好 简单的加了两个代码呢 那么后续在翻页的时候呢 他在这里 他就会帮助我们不断的去翻页 好吧 就首先采集前面实验 你也可以把这个后续这个范围 把它改大一点 完了之后给大家运行 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吧 首先呢 这个第一页的数据呢 我现在正在爬好吧 首先让他先爬着吧 好吧 因为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没有加一些关于多进程 多线程去加速他爬取的一个速度了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文件稍微大一点的视频 文件呢 他采集就比较慢一点 好